结合两岸演员演出 胡雨薇加上关施敏 搭配看亲子和红瑶 帅哥美女组合超吸睛 谈起两地剧组的差异 直说台湾的气氛真的超热情 去宜兰 去桃园 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刚好有几个点都有靠近夜市 还感受到一下宜兰的文字 真的是很毒 工作环境都很好 而且大家合作起来都非常的愉快 而且台湾的剧组的人都非常照顾我们 不少戏剧开始采用两岸合作的方式 启用两岸高知名度演员 企图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和市场 国内的电视 或者国内的互联网 能够和台湾的职业团队 能够一起做一个很好的作品出来 是第二次来台湾 但这一次是作为工作来台湾 同样是跨国合作的方式 由布鲁斯和刘逸儿主演的校园偶像剧 还招来了日本模特尔池瑞凌鸣 和韩国华侨黄仁德合作 跨海来台拍戏 两人谈到日韩的剧组 几率是非常严明的 而且相当严肃安静 在韩国 因为我韩国出生韩国长大 因为我在韩国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教室都是 一个桌子一个椅子 这样一直在分开的 韩国的话两个桌子会合起来 在日本的话 比方说那演员的休息室 还有工作人员全部都是翻开的 现场打闹成一团 剧组超级嗨 多国演员合作 融合不同表演方式 也打开戏剧制作方式 新的一页 记者宋俊一方丰岸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